既然這樣解答比亞迪 chart room 有人留言 他就225元有貨 應不應該現在吃虎 比亞迪嗎? 是啊 是的 比亞迪 OK 老實說 220多元這個價位 其實有的話 其實我只是說一句 如果你只有一手的話 你只可以不斷push up push高的指責位 我每次叫你 賠幾多都不放的 看千秋萬代的 其實這個是我真心的想法 問題是我也承擔不起 因為每一個人的 投資素質或者心理素質 是不同的 是不是? 如果我講一個真心的說法給你聽 我看過千秋萬代的 然後你認同了我 然後你真的覺得是千秋萬代 還是原來很坦白說 似乎就是說升是千秋萬代 跌的話就一分鐘也跌多 如果原來真相是這樣的話 那萬一它沒了 令到你很難受 你沽完之後 然後又怨我 聽你朱聚民說 然後又回了50元 這個 原來你再看多年 原來升到四、五百元 那究竟你是怨我 還是多謝我呢? 對不對? 所以變成就是說 其實如果是只有一手的話 我就只可以給 剛才剛才的建議 就是說你自己越高越放 因為每國人投資 心理數字真的 這個不是我控制你的 這個是不是? 那就是如果你說 你多過一手的話 就是可能我有兩手 或者我一手 原來我是大戶 我有三百手 那你真是可以很認真地思考一下 或者可以考慮一下 將部分的持股 是持久一點了 就算是有一定的回調 三、五十元 那樣 就是你都假裝看不到 或者你有一定的忍耐力 那就隨它 那就繼續放在那裡 那我是 你問我 就算我自己有持股 我真心都會自己這樣處置 這個 因為我覺得比亞特實來說 你要有一個很成熟的持股的心態 因為就算你看到有時候 其實做得這麼好的股份 在近兩年股災裡面 同接都可以回到近一半 或者一回四成 這個人家回一百元都很冷 這個OK 你回一百元很痛苦 問題是人家升一百元 你又沒有感覺 這樣不行的 對不對 所以就是說 人家是原來中期的波幅 是這麼厲害的股份 你要相對來說是拿長線的 你本身就要接受這個現實的了 你不可以說 就是我拿了這一股之後 就是最後它永生永世 都不會回一百元的了 這個不會回五十元的了 我拿完之後就要升到一千元 那樣 那其實可以這麼幼稚的心態 你要接受這股份的波幅 它的現實 OK 但當然最後補充點 就是說 如果是持有中長線的話 就是我都這樣說 就應該是有一些因素 也都不需要 因為現在升到三百元 你說見星你就看了中長線 你不需要這樣說我的 這個 因為如果你一直是有跟隨我的言論 你就知道一向在森林的汽車 我在中國亞太區裡面 都只是講給阿迪的 其他的我都不講的 OK 就是我不是三百元以後才唱好的 我在下面一早 已經從頭到尾都不會的 OK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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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